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再回到警报现场 食品安全真的让人家很忧心 不过究竟该怎么样吃才能够安心 刚刚我们谈到说 其实农委会很努力去维护CAS的信用 事实上过去以来都不错 不过最近出了一个状况 我相信对农委会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是不是科长再跟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说目前你们的一些防备的措施 是 刚刚我有提到说 从源头管理我们会加强 这个加强养殖场的 这些抽烟频率这些 还有他的处罚的 会加盐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CAS厂方面 也希望他们原料 这个取得呢 能够从源头方面就获得掌控 所以这次猪肉出问题 那个也跟CAS这个肉品业者 这个开过会 那希望他们就是说 增加那个 株资那个期业养殖户 直接从猪场来期业以后 从猪场来抓住 这样子就会在抓住前 也是去抽样检验 检验合格在进场突然 这对契约的养殖户 契约的养殖户 那以前没有 现在就主要从肉品市场来 肉品市场来的猪是哪一家的 目前管理没有很好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房浅局也会 逐一的要求肉品市场 要登记 它每天拍卖的猪资 是从哪一些猪场来的 这以后好追踪管理 所以源头方面一直在加强 那我们另外跟教育部 还有地方教育局 都成立联合稽查 准备今年里面全省 我们都对学校谈善业 这些的食材 我们都能够做好 这个监控的一个工作 没错就是要擦亮CS招牌 那秀老师好像您一直也对CS很肯定 是不是 是的 因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 它第一点它的原料 一定是在台湾生产的 那这个就让我们比较安心一点 第二个呢 它的品质呢 有一定的标准 而这些标准都是一些学者专家 去花了很多功夫去制定出来的 那第三个呢 它不只是在当时申请的时候要符合 事后呢还会又被追踪考察 那当然不可能每一个 都就好像是模范生 不可能每一个模范生 他都不出一点错 不会上课迟到一下的 那可是呢 如果一旦发生的话 如果被严加取缔 或者处罚的话 我相信还是 不管怎么样 以过去的经历来讲 经验来讲 都是超过98%的以上是合格的 那12%是不合格的 那这个也是 好像也不能再苛求吧 所以孙老师您的看法是说 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相信 CS的检验 不过有出问题 其实是一个好事 是不是 让大家把发条上紧一点 皮绷紧一点 特别是这些厂商 他们如果CS的价格比较高 其实他们也是受贿嘛 因为他们也是可以卖比较好的价钱 如果他们不小心的话 到时候也是破坏大家的信任 不过据我听说 那个科长 是不是我们的CS不只在台湾 也在大陆我们也注册 是不是 是 因为我们CS在台湾 已经获得 这个我们消费大众的国人的认同 那我们农委会长官呢 就现在ECFA签订以后 我们农产品要进圈大陆呢 认为就是说用CS当作一个共同的标章 我们台湾农产品的一个共同的标章 往大陆去推动呢 可能会比较有效果 所以我们就先去大陆注册 注册也是去年底就获得通过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CS这个标章呢 在大陆不能有人模仿 所以 有专利的 有专利 所以后续我们会协助业者 这个把这个我们这个CS的一些产品 这个消大陆 那目前有在进行的像一些加工肉品 因为生鲜肉品还不能去 加工肉品在ECFA里面也谈了 他们对方大陆也同意 现在有几家厂商 想把他们的肉松啊 肉干啊 这些加工过的这些肉制品 那个 看看来推动大陆的市场 就是说我们希望大陆的人 在买台湾的这个农产品的时候 任名也是CS的商标 不过这方面我们当然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 那我们下面再继续再请教一下孙老师 就有关饮料的问题 尤其是年轻人 我认识很多年轻人 吃过中饭以后 没有喝饮料就觉得还没吃饱 那么每天必喝饮料 那其中当然很多的果汁也好 这运动饮料都是我们常喝的 可是最近突然发现这个树化剂的添加 让大家都吓坏了 那孙老师要不要跟我们说明一下 到底这个树化剂有多么的严重 我看很多的媒体都有讲到说 甚至会影响升职能力 太恐怖了 这次发生的这个启云记里面 含有硕化剂的事件 的确是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 而且是震撼的一个事件 因为过去几十年来 台湾的食品安全 其实已经一直进步 已经可以进步到这个国际的水准了 可是没有想到 却有一家小厂 据我的了解呢 这个小厂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一点 大概是近八年以内的事情 它才慢慢地变得让大家 就是用它的产品用得比较多 因为它的产品呢 是用了一个是有毒的物质 一般食品添加物可以用的东西 都是要经过这个卫生署的认可的 那没有认可的东西 是不可以放在食品添加物里面的 它却放了一个硕化剂 这个硕化剂呢 它不但是工业用的 而且呢它是一个环境荷尔蒙 所谓的环境荷尔蒙的话 就是在环境里面存在的 可是它有荷尔蒙的效果的 因此可能吃多了的话 就会造成不孕症啦 或者是其他的生殖系统的问题 那这个物质呢 是在民国88年的环保署公告的 它是一个第四类的毒性化合物 那因此是绝对不准用在食品里面的 那可惜这家业者呢 它可能在88年以前就开始用了 那据我的了解 这家业者呢是83年成立的 所以可能它成立以后就有点用 好在呢它那个时候还是小工厂了 所以用的人不多 只是它后来就越用 大概大家越喜欢用它的产品 也没有人知道它产品里面 含有有毒的物质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 这次的这个很不幸的事件 那通常我们看到 就是大家使用一些违禁的一些药物 或者是有毒的东西 通常都是有目的嘛 那您觉得它的目的什么 就是省成本 然后它用的塑化剂是对食品 会产生一些让食品看起来比较迈向呢 对这个东西要 因为我过去也没有接触 经过请教一些业界的朋友们 他告诉我说 这个起云剂呢是一直是在用的 就是一个东西它让它看起来有 有一点物状的 而不是透明澄清的 譬如说像运动饮料啦 譬如说像是有一些果汁 像巴辣汁这一类的 它可能有一点 看起来就是厚实感 比较像云的 对对对 那也有人跟我说是 譬如说像有一些果汁呢 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原汁 而是稀释的果汁 那让它看起来好像有 比较有价值感 比较稠 稠一点 那么这个东西里面 它可能就会用到了起云剂 而起云剂呢 原本呢 它是含有一些油啦 跟乳化剂的 都是合法的 可是这家公司呢 就用了这么一个硕化剂 那这个硕化剂 其实是一种 常常用在塑胶制品里面的 一种软化剂 是把塑胶的东西 变得比较软一点 那这个东西 从来就不能够用在食物里面的 那这个业者 大概就是 可能早年啦 可能日本方面用了一点点 那么他就学到了这个技术 那就用了很多 在他的起云剂里面 那据业者告诉我说 他这个产品比较好用 没错 大家真的想不到 我们大家的疏忽 这个原来竟然有这样一个小工厂 就影响到全台湾的超商 影响到所有的民众的这个饮料 真是太恐怖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继续讨论一下 究竟我们痛定失动 怎么样来避免这一类事在台湾再重演 那么多余 那么多余 我们可以吃 然后凶食 那么多余 我们还是可以吃